两岸就是要交流才可以 尤其是我们两岸的妇女同胞 在过去一年极不平凡的下面 我们也创造出了不同的成果 我们在防控疫情期间 在一线我们不缺席 在脱贫攻坚上面呢 我们也努力的拼搏 在两岸妇女交流上面呢 我们除了联系姐妹的情谊之外呢 我们还和大陆的女企业家交流互动 同时我们也扮演了红娘 我们在两岸传递了幸福家庭 希望两岸一家亲亲上家亲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们两岸妇女同胞 共同努力的结果 相信在两岸交流之后呢 这些情况会更加的热络 更加的圆满 感谢观看 孙芦